如果你没有尝试过去了解剧本,又怎算看了一场戏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字工作室 这次又来和大家来看剧本 如果你们喜欢这条影片,希望你们都会订阅 因为你们每一个点击和订阅都是我做下去的动力和养分 这次我讲的剧本就是《门徒》 这个故事是一条主线和副线 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拍着张静初吸毒 镜头一转,不连着就穿着警察的制服 躺在梳化上,看着镜头问了一句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吸毒 即使昆哥的婚子死了,我才想通 其实一切都是源自空虚 那到底空虚恐怖,还是毒品恐怖? 那编剧就用了这一场呢,下了一个引子 很简单地交代了这套戏是讲吸毒 和角色对毒品的一些所谓迷思 接下来就是这套戏的exposition exposition是用来做些什么呢? 其实它是用来展现故事和角色的背景 一开始吴燕祖就指挥着四个五户不相识的人来驾车混毒 他们俗称叫做脚 脚的作用就是帮买家用不同的途径来混毒 而他们都不会知道哪一个是买家 只是靠手机去联络 之后他们和警察就上演了一场很紧臭的追车戏 而另一边商楼德华饰演的角色就是香港的一个大毒梟 而吴燕祖正正就是他的手下 有一场戏就是说吴燕祖去医院探劉德华 原来劉德华就因为有先天性的糖尿 最后搞到肾有事而进了医院 吴燕祖就知道劉德华就喜欢吃糖 偷偷地地瞒着他老婆袁詠仪买糖给他吃 但都叫他不要吃那么多,因为他糖尿 你会看到编剧在他们的对话里面 其实彰显了他们是有些兄弟情在里面 之后因为制毒工厂的师傅就说那些海乐鹰凝固不了 凝固不了,出不了货给人就很严重 所以劉德华就带着吴燕祖去帮忙 之后劉德华很完美地示范了 如何去做一尊完整的海乐鹰 如是者终于搞定了 劉德华和吴燕祖就上车准备走人的时候 劉德华就突然之间拿了几包海乐鹰出来 某程度上就送给吴燕祖,让他试试自己卖货 原来劉德华觉得也是时候找个接班人了 这个位置就开始铺路说 吴燕祖如何成为劉德华的门徒 接着就是这个故事的标准 就是主线的建立 即是什么呢? 即是主要的事件 或者是角色要做的事 这里就交代了吴燕祖要完成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吴燕祖的上司去吴燕祖的家 找他谈谈任务的进展 而吴燕祖已经去过制毒工厂 其实是已经够证据去抓刘德华的 但谁知道就是因为换了一个 令吴燕祖本身的任务 就游足刘德华变成了要找到 刘德华幕后的金主 就是想将整条线连根抜起 不过他上司也说了一句 就说如果一发觉 刘德华想离开香港 不做了,退休了 就要立即终止整个任务 怎样都要先抓刘德华 之后就来到故事的complication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门号》 也要讲一下刘德华教了吴燕祖的什么 所以刘德华也带吴燕祖 去接触一些负责其他范囚的人 就像制毒工厂的师傅 就是其中一个 之后还有一个管船 负责水路运毒和毒品的货仓 他就叫求歌 因为之前说过 虽然吴燕祖已经够了抓刘德华 但是呢 就未有方法找到他背后的金主 怎知呢 就在这个时候 正当他都不知怎样好的时候 制毒工厂就意外 被海关发现了 那刘德华就叫吴燕祖 就过几天去泰国拜佛 就扫走一些衰运 但是 原来刘德华暗地里 就是想在泰国審吴燕祖 只要他一路出马脚 就一枪杀了他 那为什么刘德华会怀疑吴燕祖呢 那事源就是 那刘德华呢 就在市面上从来都没有见过 他被吴燕祖那几袋白粉出现过的 那就好录吴燕祖的上司呢 就帮他散了货去台湾 就在刘德华拿着枪指着他的头的时候 就问了他 就说 喂你的货究竟去了哪 那吴燕祖就答了他说高雄 那刘德华呢 就立刻打去台湾 就找他的门路 就问他说 最近有没有那些 香港的货来到了高雄啊 那本身高雄那个人呢 就说没有的 但是后来又担公手 就说 有啊 原来有啊 还买得贵过你呢 那吴燕祖最后呢 就通过了 就做了刘德华的测试啦 那这个moment呢 那吴燕祖就真正的成为了刘德华的门徒啦 那于是这啊 那刘德华呢 就带他去认识泰国的金主呀 买家 那样 又带他去看一下银宿田呀 那样 那与之同时呢 那有位泰国的将军呢 那跟刘德华好friend 那样的 那他就跟刘德华说 那今时呢 就不同往日啦 那因为金三国不出十年 就会变成一个旅游区的啦 那而且呢 那泰国都不生产毒品的啦 那叫刘德华呢 那叫刘德华呢 不如早点收手向福啦 那我就相信呢 刘德华也是因为这番说话呢 就真真正正开始民生了退役啦 也都决定了呢 就去美国换回个神啦 那样 因为他有神病嘛 吴贤祖的心想 喂 机会来了喔 因为他上司交道过他呢 只要刘德华一离开香港 整个行动就要终止的啦 要立刻拉人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停一停啦 和大家一起看一下副线先 那吴贤祖的邻居呢 就是张正初 那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呢 那话说 那就是张正初呢 就在窗口附近呢 那臭女的时候呢 就刚好见到对面 正在煮食的吴贤祖 就想着呢 就过去问他 借点面给他们吃啦 那吴贤祖就可怜他们 那就开始呢 就照顾起这对母女的喜居饮食 那就算没看过的观众 听到来这里都知道 吴贤祖和张正初呢 那就实是会互有好感的那样 那但是后来呢 就被吴贤祖发觉 原来这个张正初呢 是道友来的 那张正初呢 就求他给他多一次机会 他 吴贤祖到最后呢 就深远 就陪他去戒毒啦 那怎么知道 后来 张正初在美沙堂中心那里呢 就预回她老公 那给她老公 跟古天罗 就导回她呢 就一起吸毒 那之后呢 那吴贤祖就在泰国 得到刘德华的信任之后呢 回来香港 那见到啊 张正初和古天罗呢 就躺在自己的床上面 那样子就吸了毒 那样 那就很生气地 赶走了他们啦 而后来呢 那张正初呢 也都在街上 撞回吴贤祖 就求他一次 就叫他 叫他 你帮多我一次啦 那样 那但是吴贤祖 其实已经不再相信他了 最后 啊 张正初呢 就放了一张纸条 那在吴贤祖的信箱里面 那在电影呢 就没有交代这张纸到底 他写了些什么 那但是呢 我猜呢 其实应该都是叫吴贤祖呢 就帮他照顾他的女儿 那样啦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那就是因为 跟着那幕 张正初呢 就跟阿古天乐 就回了家呢 那又吸毒啦 那这样 那阿古天乐呢 就发觉 找不到张正初手上的血管 那张正初就叫阿古天乐呢 不如打到自己的脖子上 那样 那阿古天乐就说 你真识叹哦 那样 就打到阿张正初的脖子上 那之后阿张正初的反应呢 就说很激烈的那样啦 那样 那镜头一转呢 那吴贤祖呢 就听到门外面有人找他啦 那一开门呢 就见到阿张正初的女儿啊 阿正正 那那个女儿呢 就说阿叔叔好肚饿啊 那吴贤祖了 那说阿吴贤祖了 那我就煮东西给他吃啦 那之后呢 阿吴贤祖呢 就去了阿张正初的家里 那去看看 哎呀 为何正是只有个女儿的 那他妈呢 那一开门呢 走进去的时候呢 就发觉 阿吴贤祖呢 那他把张正初 插孔流血的摊在一张沙发上面 哇 吴贤祖呢 之后就整个人崩溃 喊出来 那样 而下一个镜头呢 就来到电影的高潮了 Klamis 那这个位呢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啦 我就觉得 这个镜头这样剪呢 就有点突压的 因为他一咬完之后呢 下一个镜头就是这个位了 那这个高潮位是说着什么呢 就是 就拍着警察呢 就在阿刘德华 准备搭的士去机场的时候呢 就拘捕他 那拉到警局之后呢 阿刘德华其实都知道呢 如果他不死呢 他全家都要死的了 那所以呢 他一定要死 他知道自己一定要死的 那他之下就借了顿 在厕所呢 就拿了一块烂的瓷砖 那就割物自杀 那就在他放紧血的同时呢 刚巧阿吴燕祖就想着进来啦 就想着跟他探牌 因为很多臥底呢 在完成任务之后呢 都会觉得自己是出卖了自己的兄弟 那就以防自己复职之后呢 就有心理阴影 那就决定呢 哎呀 尝试给他进去 跟他真诚否白一下 那阿刘德华就怕阿吴燕祖呢 就会说回给出面的警察听 企图救回他 那阿刘德华呢 就求吴燕祖 你有我就死啦 如果我不死的话呢 我整家都要死的 那吴燕祖最后呢 就没出声 那但是呢 也都有阿刘德华呢 就慢慢失血过多致死 那都算是呢 就还回了刘德华 那么多年来 对他的信任啦 和手足之情 那来到这里呢 吴燕祖呢 都叫做完成了他的任务啦 那之后呢 就来到这套电影的结局啦 Resolution 那吴燕祖在之后呢 就回去找回张静初的老公 古天乐 就叫他帮他找到 那原来呢 吴燕祖就跟上司 和新加坡的警察那边呢 那就设局 就在阿 古天乐一到新加坡的时候呢 就抓了他 那最后 就在新加坡被判死刑 因为新加坡犯毒呢 是要死刑的 那最后吴燕祖呢 都帮了阿张静初呢 就报了仇 而来到故事的最后一幕啦 就回去电影的最开头 吴燕祖呢 就穿着警察制服 就拿起了桌上面 一支有毒品的针筒呢 就准备打到手上 那就是这个时候呢 张静初的女儿呢 就突然之间就出现了 就捉住了他手上面的针筒 就丢了到垃圾桶那裡 就抱着吴燕祖 那整部电影呢 就来到这一道呢 就正式完结了 那其实这部电影呢 很多人都觉得很好看的 而里面的演技呀 剪接呀各样东西 都做得很好 那不过呢 我在这里呢 我也是会集中回 在剧本方面的 那其实我也挺喜欢 这种简单的剧本的 但是越简单的剧本呢 要写得好呢 也都可以说是非常之难的 那第一样东西呢 我觉得做得好的呢 就是编剧的research呢 真的做得很足的 这是我认同的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刘德华的角色设计上面呢 其实真的写得不错的 我觉得 而很明显呢 我觉得编剧是有花心思下去 塑造 刘德华这个角色的形象 和内心的冲突 那其中有一幕呢 就是他和吴燕祖 在街上看到自己的女儿吃烟 那刘德华就和吴燕祖 就说那些烟那么臭 究竟有什么好吃啊 那吴燕祖就问他说 那白粉呢 人为什么要吃白粉呢 哇 喂我都是有供有求而已 那他们要那我就买咯 我买白粉而已嘛 我没逼他们吃的 而就是这一场大约两分钟的戏呢 完完全全的展示了呢 刘德华这个角色的内心冲突 那首先呢 他就觉得女儿吃烟有问题 但是又觉得自己卖毒品是没问题的 再加上他很不耐烦地去说这番说话呢 就好像编剧那样告诉我们 其实某程度上在那儿自欺欺人 在那儿自我催眠 那就是这一种的冲突呢 才可以令到这个角色建立得够立体 而同时你对这个角色呢 是印象很深刻的 是不是呢 那这一样东西呢 是我欣赏的 但是也是因为这一样东西呢 我就想问一句了 究竟哪一个才是主角呢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呢 就是你会记得刘德华 不过是吴燕祖的 当然你可能会说 刘德华啊 演技比吴燕祖那么多 那当然是印象深刻一点 刘德华演活了个角色呢 当然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但是我认为呢 在这套戏的角色设计 和剧情铺牌上面呢 很大程度上 是令到吴燕祖这个角色 是失色了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那我们见到编剧 写吴燕祖 其实是写得最多的 主线和副线呢 都是以他来做叙事的出发点 而他出现的场口次数呢 都是最多 长长都有他这样的 甚至呢 吴燕祖和张正初一条副线 都是建立了 吴燕祖这个角色的感情世界 是令到这个角色呢 是更加立体 也都令到整个剧本呢 就不会单单是一美 只是破案 这么简单的单调 但是为什么我仍然会觉得 在这个剧本上面 这个角色是发挥不到呢 最大的主因呢 就是 剧本的主线 和副线之间呢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你没有听错了 我会形容为是没有关系的 你试一下 将这两条线拆开来看 是不是都是一个很独立的故事呢 是完全独立了出来 都没有问题的 你想一下是不是 你可能会问 那这样不好吗 那就显得出个编剧的功力很厉害 问题就在这里了 一条副线 你觉得写你们做什么呢 之前我说可以帮到 吴燕祖这个角色更加立体 是的 但是这个角色在生活层面上 立体了 有没有对主线 起了关键性的影响呢 反而呢 刘德华的主线呢 有点影响斑条副线的 那刘德华就是这样叫吴燕祖 喂 你别相信吸毒的人 他们说的东西有什么说不出的呢 这些人死了都不得可怜的 死了就更好 这个世界干净了 而吴燕祖见张静初吸毒的时候 就更加印证了这件事 但是副线又有什么影响斑条副线呢 我可以说是没有 那我们一起来比较一下 这两条线有什么主要事件 那刘德华的主线呢 就是说吴燕祖究竟可不可怜的案 那张静初那条副线呢 我觉得就是说 张静初到底最后解不解毒 又或者你可以说 吴燕祖最后和张静初 会不会有开发结果 那问题来了 如果副线是能够有所谓的作用的话 至少呢 就要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它可以影响到吴燕祖 捉不捉捉到刘德华的决定 因为不一定要写吴燕祖最后 能播到我的嘛 对吧 张静初最后解不解毒 又或者 吴燕祖和张静初最后 有没有开发结果 都不会对吴燕祖 捉不捉到刘德华 是有什么影响的 所以说呢 这条副线呢 极其量 只是可以令我们 从另一个层面 看到吴燕祖这个角色 给它立体一些 我觉得如果要令那些副线 起到作用 我姑且暖趣 可以写吴燕祖 其实它不是一个臥底 而真是跟刘德华找食 而刘德华的自私 最后 令到张静初 就重返毒海 就令到吴燕祖和刘德华 两个人呢 就有冲突 最后要吴燕祖 就决定究竟出不出刘德华 还是最后会放刘德华 在一条山路 那其实都可以的 起码另两条线 有关联先 现在最多最多 就只是吴燕祖 看到张静初 戒不了毒的时候 就只是问了 刘德华一个人 为什么要吸毒 而当张静初 在毒海掙扎的时候 吴燕祖对着刘德华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动摇过的 至少在剧情上面 没有交代过 那没有交代 就当他没有 而就算有 都不关张静初事 最多只是他对刘德华的兄弟情 而令他想放过刘德华 他从头到尾 都是那么忠于他的任务 就算是最后有刘德华 自杀成功 都不关张静初事 那张静初的线 是不是显得很多余 那你说 如果吴燕祖见到张静初 是否令他要捉刘德华的决心大了呢 我不知道 我就当他是 但是在剧情上面 都不会影响到最后 他捉不捉刘德华 因为没有什么事件 令吴燕祖有理由 不去捉刘德华 可能你会拗 吴燕祖在刘德华 说要去美国的时候 他的样子好像有些犹豫 还不是在想 想不想留得 那我就当他真的这样写了 但是编剧的责任 都应该在剧情上面 安排一些事件的发生 令到我们看到 吴燕祖去作出一些行动 action 反应 展示出他是有犹豫 而不是就这样 叫他做几个表情 就当交代了他 而且这个工作 是应该由导演去做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 都是同一个人 而某程度上 也都因为编剧在剧情上面 但是这部电影呢 是做得不够 令到吴燕祖其实很难 去发挥得好 如果剧情上面的设计 是有缺陷的话 就算导演道戏的功力再深 演员的演技再好 都没有办法呢 是令到观众 好好地代入角色的内心世界 那马浩炮那样说 那可能都错有错着 刘德华的角色呢 反而更加令到人深刻 从电影的开头直到尾 几乎都成为了这部电影的主调 演技出众之余呢 角色的黑话呢 简单而到位 就是你看到他在这部电影里面呢 他的场口 只是可能用简单几分钟 就可以让观众看到 他的角色的性格 他内心的价值观是有多么扭曲 完全呈现出来 所以难怪呢 就在2008年4月13日的晚上 刘德华呢 就拿了最佳南配角了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先 有缘的话下次再见 拜拜